年轻灵魂撞击老建筑 激荡出崭新生命 人们依恋故乡所产生的力量 远大于想象 再来看这位女生也有同样故事 纸雕功夫一流 而且善用光影 让纸雕更立体 放大美丽 尤其一系列的台湾百图令人惊艳 以台湾各地人文景物为素材 记录台湾风土民情 她曾花了半年才完成一幅纸雕 因为她住进当地社区 与在地人对话 听他们讲故事 再把绵密情感一刀一刀刻画出来 她让纸雕不只是一幅纯粹的画面 而是有生命力的 有迷人的魅力的 她的灵感来自惠洞的七名上合图 光源穿透纸雕 平面薄片上镂空的位置 在白墙上投射出或深或浅的倒影 纸意的花纹 背光投射出繁复生动的影子 用线条建构出的精致几何 如此令人目眩的纸艺术世界 陈若涵满怀期待大开这艺术殿堂 就拿着一把刀铺上一张纸 八年的光阴都沉浸其中 纸雕它可以不只是我们很印象中传统 很对称 很穿花的图案 它可以是所有你想要呈现的样子 不管是红纸 黑纸或白纸 那你只要透过一把刀 就是真的就是一把很简单的刀 然后雕刻出镂空 所有的镂空慢慢慢慢就会完成画面 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锐利刀尖上 一头俐落短髮的陈若涵 天生拥有一双巧手 而她对手工艺的热爱 从小时候就展现出来 从小老师叫我们做一个学习档案 那大部分的人都用电脑去列印 但我就会去美术社买纸 然后剪剪贴贴做了一本很精致很精致 但其实可能不需要这样做的事情 对那我就觉得纸这个美材 也许对我来说跟别人不一样 术小间刀尖接续着飞舞 花费不到十分钟 小动物巧巧现身 我弄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看得出来上面是兔子吗 兔子在森林里 然后可能从下面跑跑跑 不管是什么路径 然后最后它就上了这个树梢 然后它就看着远方 只感觉真的是一座山 客出的作品很有陈若涵一贯的可爱风格 他迫不及待细细欣赏 拿起手机替自己的作品拍张照 对一般人而言 也许平凡的纸张雕刻 在他眼里就是有一股神圣的吸引力 雕到可能八成 你还没有办法很明确的看到 最后你想要呈现的样子 可是当你雕到九成 然后雕到完成 它就呈现了你心目中想要的图案 然后我觉得这个过程是 很令人享受其中的 就是那一点一点一点 然后的变化 到最后完成的成就感 是纸雕过程中我觉得很有趣 纸张的细腻留白 给予透空的视觉感受 纸雕图案靠双手一刀一刻完成 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 都能将心中的想象呈现在眼前 妈妈或是别人会形容我 就是很固执很执着 很非黑即白 然后我觉得会选择纸雕 跟这个我原本的个性有关 就是很清 一切都清清楚楚的 纸雕的精髓在于赋予纸张 故事性生命力 而当陈若涵决定踏上纸雕之路的当下 相对的纸雕也让它找到人身动力 而这个动力的背后来自一道伤痕 排气管然后可能凸了一个螺丝 所以它可能压在这上面 所以有螺丝的地方又压了个绳 对 所以这边其实是最没有感觉的 其实它其实这块是感触感 跟其他皮肤不太一样 因为它其实已经坏死到真皮层 对 所以神经都没了 刚毕业 正准备开启人生新夜时 上天却给了他小腿一个深刻烙印 办毕业季活动 活动的最后一天 然后我自己骑着车在桥上摔车 车子扶起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整块都已经像 你就想像成猪肉熟了 然后旁边一圈黑黑的烤焦 然后中间是一片白 小腿因灼伤须直皮 被迫在医院跟家里静养 准备出外打拼的社会新鲜人 也就有了大把的时间去思索未来 我觉得其实那也算是一个契机吧 就是真的有办法 因为你的身体不能动了 所以你不会一直去忙东忙西 那不能忙东忙西 你就真的被迫要好好的思考 对 那就是一个还蛮完整的时段 可以检视自己的不管是兴趣或想要 或是未来的人生方向 当时跟许多新鲜人一样 对未知的未来彷徨茫然的陈若涵 想起了小时候热爱的手作纸工艺 而那场车祸现在看来反而是福不是祸 网路上浏览看到一个英国的艺术家 他就是一个很像圣诞老公公的大叔 可是他的作品非常的梦幻 然后跟我们过去对于 中国传统窗花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很有温度 有故事 然后很温暖 很梦幻 深受国外艺术家的启发 下定决心走向纸雕之路 纵使顶着台当农腿系高学历的光环 但他决定听从内心的声音 对未来的路不去捨现 对 我家人就是无条件支持 朋友就确实会 他就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去找个工作 你想着干嘛 然后你就这个就是你的兴趣啊 那如果有一天这 你喜欢 有一天你不喜欢了怎么办 毕业后陈若涵学非所用 专心创作指标之余 家教成为当时唯一的收入来源 身兼两职 一边坚持用双手雕出属于自己的指雕之路 有一次我记得是那一年的夏天7月 是有一棵树上面开满了花 然后那个太太就指着那个花 然后先生就静静地推到它 把它推到树荫下 然后放着 然后就很吃力地 因为那花有点高 它就垫高它的脚 然后很吃力地摘了一朵花给它 它还拿在手上 然后就转过来 然后看着我 然后把手伸出来 就是说这个花是要给你的 飞科班出身的陈若涵 说到惠动的清明上河图摘栏起发 开始着手用笔刀 在纸上细细刻画台湾白景 他的作品看不见传统对称雕饰 而是透过一幅幅作品来述说 自己眼中台湾细微的美好 我也是在这个巷弄里面这样子漫步 医护人家它是矮矮的围墙 然后围墙上面的大门是没有关的扮演 然后就看进去以后 它在它的楼梯台阶的门后面 然后一样是扮演着那个门 然后很悠扬的在那边拉 我猜应该是类似二胡之类的吧 然后我就觉得 这感觉好像很诗情花意 平淡无奇的红纸在精雕细琢下 台湾从北到南 在地民众的人情味月染纸上 这时它的惊觉 它有了学以致用的奇迹 我作品因为台湾白景嘛 所以其实很亲民 我大部分的灵感来自于 除了我自己生活的基础 但是很大的灵感是来自于 我看到别人的 人跟土地的互动 或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然后在这块土地上 给我感受到的氛围 而在创作台湾白景里头 高雄延程新旧融合的氛围 最吸引它 留在这里的店家或者是居民 他们可能都在这块土地上 生活了很久 可是因为随着时间 繁华的退却 他们还是留下来 那他们留下来可能是为了 一份对这间店的感情 我觉得已经不见得是 我赚了多少钱 漫步古老大刀城 享受着历史的微风 感受台北老区的传统风情 深入民情 那它不会烫喔 这个不是 还好因为其实接触时间没有很长 哦 去细细探索 将所见刻画出来 装茶的篓子 制茶的工具 陈若涵受到启发后 立刻将它创作出来 她说对她而言指调不难 她回想难的事找到何谓出行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她天赋所在 天赋就是你喜欢你有热情 而且你做得比别人更擅长 当你找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觉得很神奇 就是你不需要 你花的力气比别人少很多 但你可以做得比别人更好 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 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我就找到了我的天赋所在 幸运的找到了天赋 但对许多人而言 找到最终的定位 是最基础也最困难的事 但陈若涵确定之后 把它发挥到极致 她到了监狱教学 得到的反馈也感动了自己 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 其实是抱着 一个是好奇 一个是我能不能用我的专业 回馈社会一些什么 到她真的可以独立完成一个作品 然后再跟我解释她这个作品里 她放了什么样的想法跟故事 跟她自己的人生经验进去的那个过程 她说她发现她 她重新找回生而为人的价值 一切从草图开始 用笔到一点一点的刻 并在细节上深究 在一张纸上 陈若涵用一刀一刀 讲述自己心中的感动 表达台湾的美 记录这时代的一切 对生命 对周遭事物保持热情 世界变得不一样 稍后来看另外一位年轻人 因为癌症病有一番话 转行做有机农业 这是我们那个古典音乐 我们牙菜也要享受 对 每天会上两个小时的音乐课 因为这个音乐可以刺激它长大 像这种天然健康的牙菜 它根部一定要那么长 然后大概是一比一的比例 催熟的话 你破坏它的温度 它生长 它一下温下去的话 它快速长大是没错 可是啊 它变成说里面都是没那么实心 我希望就是靠着我们这小小力量 然后去改变这个牙菜的生态 对 因为毕竟加牙菜生态 很多都是放药剂 对 然后那个药剂 还比农药还毒